来看到今天的香港传真 由于审查的制度 为电影反而在大陆蓬勃发展 香港也深受影响 第六届香港流动影片制作比赛 日前举行的颁奖典礼 参赛作品和人数比往年多 主办方表示这届的作品 着重在人情味和原创性 以随时记录 用小镜头围观大世界 为主题的香港流动影片制作比赛 鼓励香港本地独立制作人 大学生及中小学生制作短片参赛 今年增设手机拍摄大奖 共收到两百个作品 大会表示 今见影片及富人情味 同时赴原创性 他们没有规模 他们不会浓郁到 也都难成大气 但是在通过这个小镜头屏幕里面 他们都渗透到很深复的人情味 我都看到参赛者 他们对于原创的注重 这个是香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地真正 我爱香港2013的著名导演中树佳 或邀担任颁奖嘉宾 他分享影片要吸引观众的秘诀 电片也好 长片也好 大家要注意一样东西 就是你点了在头的一两钟钟里面 可以吸引着观众看下去 因为有时在电脑里看短片 经济荣获荣誉大奖间最佳纪录片金奖的劳师来师 奖述一位90岁的雪糕不过 不须不挠的生活 情节令人感动 新讨论记者林秀宜在香港报道 阿们